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巴拉圭总统大选在台北时间1号选出了下一任的接班人潘尼亚 在8月交接之后 持续是由执政党红党来领政未来的5年 不过在之前外传台湾跟巴拉圭长达 65年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出现变化 也就是巴拉圭可能会转向中国大陆 尤其现任巴拉圭总统阿布朵 去年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呼吁台湾要投资850亿美元来维持邦交 并且还说 八国人民需要感受实实在在的好处 才能够对抗外交转向北京诱惑 在之前节目当中 我们也进一步来关心跟探讨 这让外界有更多想象空间了 因为其实从2016年以来 我们台湾已经失去9个邦交国 而且位在中美洲的宏都拉斯 3月底才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 那么台湾会在南美洲的唯一邦交国就是巴拉圭 他的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吗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政治大学政治学习教授苏彦斌 从这次选举的过程结果 还有巴拉圭的内部情况以及对外政策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巴拉圭总统大选结果是有执政党红党候选人 就是前财长潘尼亚获胜 他的得票率大概43% 那打败这个左派的南党主席爱里格里 得票率27% 两位其实过去都有在公部门服务的经验 像潘尼亚是财长 那么爱里格里呢 他在2008到2012年南党执政期间 曾经担任公共工程跟通讯部长 那么现在红党持续执政 我们想首先请教授来观察解析一下 我们看到其实媒体之前也有披露 他们的民调其实是互有这个消长的 那么一度呢也让外界说 也有可能是亚里格里他获胜 那你观察这一次呢潘尼亚获胜 有哪些胜选的关键因素呢 好首先潘尼亚的获胜 其实从民调来看 其实从大概三月到四月的这段时间 我自己观察 巴拉贵本地媒体的民调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好像国际媒体比较不看 他们本地媒体的民调 其实他们本地媒体民调的趋势非常明确 潘尼亚的申请机会非常的高 都是领先第二名 大概将近就是7%以上 所以这是第一点 就是可能不晓得国际媒体 包括我们台湾媒体 可能以赖不晓得特定的媒体 所以感觉上好像有一点风雨飘摇 但实际上来看的话 其实潘尼亚领先的趋势都一直存在 那当然客观的民调的结果 那如果说从比较结构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是潘尼亚的申请 恐怕还是跟新冠疫情的危机有关 因为这个传的危机 等于算是从2020年开始 那上市的他们总统是2018 那经过了这么长段时间 现在也慢慢的已经快平息了 所以应该这么讲 假设说这一场选举 它是比较早举办的话 那当然这个不确定性会更高一点 那现在因为比较平息了 再加上现在2022年到2023年 巴拉圭的这个经济已经回稳了 所以大家还是会 大部分的选民还是会觉得说 那何不如就继续在支持这个执政党 这是从一个整体的表现来看 那再从更结构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红党因为长期在巴拉圭 从1948年执政到现在 中间只有短讲的四五年时间 08到12年是这个鲁哥执政 那鲁哥他是反对党的 那在2012年他被弹劾下台 那大概就这么一长段时间 只有四五年时间是这个政党人体的状态 所以他通常在巴拉圭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网络 经营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从政治学角度就是所谓 是从主义的这个网络 非常的坚固 那这个对于所谓的跟 利用这种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支票 然后去交换选票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互动 政治交换的模式 都一直非常的稳固 那再来就是因为巴拉圭其实是 南美洲里面甚至最穷的国家 跟波利维亚有的时候就不想想一下 那关于这个所谓的一般大家所看到的 南美国家的一些问题 贪污再加上经济的不平等 贫穷等等这些问题 在巴拉圭是大家听起来有点可悲 但却是心里为常 其实就我所知 我交过来自巴拉圭的这个同学 然后我也认识一些巴拉圭人 他们所说的就是说 其实就算是那一次这个鲁哥上台 大家也觉得就是不抱非常大的这个希望 就是说政治上有什么改变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是红党还是蓝党 就是执政 其实对巴拉圭人来说差别意义真的是不大 那其实一直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这种宣传操作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要换党做做看 其实蛮多人还是比较持着这种保守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那就还是继续投下去 所以大概是有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从这个民调来看 这个帕尼亚还是稳稳的领先 但是在国内我们所引述的一些民调 看来会让我们一度感到紧张 但是谈到就是说 这个红党跟蓝党对巴拉圭人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过去的报道当中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蓝党也曾经有执政过 但是现在还是红党来持续执政 红党执政已经其实多年 那对台湾的立场呢 有些国家可能对于所谓的中国大陆 宣称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它代表唯一的合法的一个中国 也许呢 清楚也许呢 并不是这么的把它视为是这样 它可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会这么清楚知道说 中华民国跟这个国家的关系 或是有什么共同的价值理念吗 我想问的是 他们对台湾立场是如何呢 是 长期以来 巴拉圭是我们目前13个友调的面 算是时间最强的友谤 那除了就是也有经历过 讲中正这个时期 就是国民党来台湾这个时期 一直到现在 就是长久以来 因为他们也曾经有过这个强人执政 那个史托埃斯纳将军 那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跟这个那时候这个台湾的关系 都非常的好 那其实他们巴拉圭当然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都有这个政治家族把持着政坛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那你想想看 如果红党他一直都是在巴拉圭都是一直非常的势力非常的坚强 那即便是在交替的 其实说是在很多新的这个红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他这个那个很多就是要么就是曾经帮过之前红党政府工作过 要么就是他家人也是红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那红党政治人物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跟台湾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等于算是一种默契 所以这是其实总的来看 红党局域执政就对台湾来说应该是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当然也无法掉以轻心 那回到您刚刚说的可能跟国际法比较有关的问题 其实说实在的 就我所知了 因为我去拉丁美洲做过几次是一地研究 那我自己的了解跟观察是 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很多以前我们这个友邦 在很多国际场合还会特别是强调中华民国 甚至还会脱稿演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 其实说实在话 他们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类似像配合演出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其实早就知道中国跟台湾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只能因为只能二选一 就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允许他们跟中国建交 那他们必须要合理化说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跟台湾建交呢 那就只好这样子来自己的合理化 当然听起来有点不符合现实 也有点不切实际 然后甚至这个年代是说实在还有点滑稽 但是说实在他们当然知道台湾跟中国的不同 只是现实上来说只能二选一 所以在表面上象征意义上 官方的沟通上当然就是跟中华民国 那甚至说实在的我们在还没有修宪之前 或甚至制宪之前 那就是还是一中宪法 那对他们来说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框架再继续讲 虽然我们民进党从2016年执政到现在 确实一直我们不断强调台湾本位等等 这个做得也蛮成功的 把台湾的形象都宣传出去了 但是这个归根究底 就是无宪法确实就还是一中宪法 这个没有人能够去否认的 除非改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友邦也只好就是继续配合 那不过就是其实真的 并不会真的搞不清楚 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代表中国 他认为我们代表中国 当然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 就是我们就是以官方现在怎么样去认定 然后这个表面上是什么 那我们就这样继续这样下去 所以偶尔会讲出一些 让我们觉得就是有点 就是我不知道至少以我来说 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说 其实没有必要 特别还去强调说 什么我们是正统中国 怎么样的 这个台湾就是台湾 那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是 等于上是我们的 我们这也是这个 现在蔡英文政府的这个定调 我想这个会不会对以后造成什么影响 其实不会啦 其实就是说实在的 要继续维持邦交 当然就跟台湾 跟中华民国继续维持 那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什么样的交换 这个当然是自不代言 一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也有可能 不晓得可能出现了什么状况 中国那边挖墙脚 然后又断脚子 这个就蛮难说的 这还是有待观察的 非常谢谢苏教授 您的解析 就是两岸分治 巴拉圭是清楚的 重点在未来 台湾和巴拉圭关系 要怎么样更为的稳固呢 还有中国大陆在这个 中南美洲的这个经营的策略 又是如何呢 我想这也是我们等一下 会继续来谈的一个焦点 稍后节目回来继续探讨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无论你在世界的那个镜头 请你跟我这样 看错我 Turn on your radio 阳光RTI Worldwide 阳光联系世界的桥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政治大学政治学习教授苏彦斌 来为我们解析刚结束的巴拉圭总统大选 那么选出的潘尼亚八月即将接任 他们是五年一任 那么来关心台湾这样的邦交国 它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 那么邦交是不是稳固呢 这也是我们最近几年在关注台湾的对外关系 当然我们都会说在中国大陆的强力打压之下 其实我们的国际生存空间的确是 越来越艰辛 好继续我们再请教苏教授 刚才即使你已经抛出来几个 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您的几个方向 包括刚刚一刚开始就提到了 巴拉圭总统阿布朵 去年他在接受外媒访问 就说要台湾投资八五十亿美元来维持这个邦交呢 而且还说这个八国人民要能够感受实实在在的好处 才能够对抗外交转向北京的诱惑 就您的理解您怎么样的解读 它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吗 在哪方面呢 其实会让巴拉圭感觉 如果跟中国大陆来建交的话 或许呢也会有另外一些机会呢 您会怎么样的观察 是 其实从蛮早之前 特别就是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开始推动之后 其实大家 特别是很多发展任何国家 包括我们很多的友邦 看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动向 说实在一带一路 其实说穿了它的这个承诺 比做的多太多了 就是它承诺比较大 然后真的支持上做的比较少 不过就是这个承诺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很多国家即便看到别国 已经出现了贷务陷阱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也有吃到了一些苦头 还是一样就是说实在的 还有点乐此无疲 就一直不断的想要再去 看能不能够从中国那边 得到一些所谓的帮助甚至好处 那巴拉圭当然我国有帮 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商界的团体 公司啊等等 当然主要还是看中国的市场 那他们也会做比较 就是说那假设说像例如说巴拉圭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大出口的项目 这牛肉的相关的产品 那当然他们会觉得说 中国特别是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 中国占全球这个牛肉的这个进口量 甚至全球第一了 之前是美国 然后2020开始就变成第一了 那大家觉得说那这个市场这么大 那当然看起来就是说 假设能够分配到一杯羹 其实好像也不错 所以这个是客观条件的一个吸引 那当然主观上面来说 中国呢有没有在施压 甚至在引诱巴拉圭 这个我们只能讲说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这个 我们只能讲说它一定都一直在存在 这个是很没有办法 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台湾邦交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 所以甚至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持悲观的态度 就是中国要什么时候 需要要求他们跟台湾邦交 跟中国建交 这个都只是中国那边的时机点的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 这个也是蛮让人觉得感伤的 但是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 做的还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这样子一个不确定 只能努力薄冰 也只能继续的这样 继续的努力的下去这样子了 那么至于说 阿波多在这个去年还是前年也有讲说 要要求就是台湾 看能不能够 就是有这1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 这个当然是先喊一喊 台湾就算有这样子一笔钱 就算想要投入 也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 怎么说 就是例如说 不是说我今天有钱带了一大堆钱 然后去巴拉圭就可以开始做 其实台湾从1990年在这个东方工业区 就是巴拉圭第二大城东方市 就是东方的一个东方工业区 这个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李正辉总统实习 希望能够带动台商在巴拉圭投资 但是呢 这很可惜的就是说 因为这种种的因素 包括当地投资法令 包括语言的问题 然后包括贷款的问题 不可能说我们政府去帮这个 就是说像中国这样子 直接很多的商业公司 直接拿这个公家的贷款 过去贷 那当然台商也得去那边贷款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 大概还有就是基础建设的问题等等 这个导致就是 其实台商过去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在那边开业而已 并没有做很深入的投资 那其实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了 常常会有到上面这个活动 就是说好像这个每年看是不定期几次 然后到中南美到哪里 邀请台商过去观察 然后过去探勘 然后去了解 但是就我所知 这个成效都非常的有限 当然怎么说呢 当然距离远 然后这个语言的问题 再加上不去拉美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所以大家蛮多台商的事情 可是就是周边附近国家 特别是中南亚 这个国家 这个近就算了 有很多的国家 越南 印尼 其实都是一直在崛起 对他们蛮多台商来说的话 这样子这个成本少很多 所以就蛮多台商 当然在权衡之下 可能中南美那边绕一圈 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在对外投资的话 就还是在周边国家为主 这个是蛮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结构性限制 那相较于中国那边 他们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靠国家的力量 那你不管是一带一路 所对当地国家带来的很多的 就是当然这个品质 应当别论 就是很多的金属建设也好 然后当地的投资 这个投资也有 他们也有投资蛮多的 这个不一样的产业 这个原物料的 然后有矿业等等 那个都是那个政府那边撑腰 我们法令没有 没错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我们法令没有 难道是我们落后 我们倒也不是 就是他们独裁国家才有办法这样做 那民主国家没有办法去要求 所以我们的商人应该怎么做 不可能 是 对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李登辉总统时期有借急用人吗 也是提供资讯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 当然会有一些限制啦 那有些是你可以开放去的 那刚才提到东南亚的投资 的确这几年 我想是有一些国际现实的环境 比如说是一个RCEP 或是减税啦 那商人会去评估 我要做什么样的投资 那中国呢 就是一个命令之下 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力量呢 就会前往当地投资 一带一路的开拓 那么整个这样推动下去 那台湾呢 会带着我们的企业家前去考察 但是不是要投资呢 其实这个商人要不要点头 我们也只能够您自己做一些判断选择 不过我们是很尽力 像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我想这边也做一些补充 就是媒体也都有报道 像这次败选的在野党南党的候选人 爱里格里在一月份就表态 他就说如果胜选将跟台湾断交 转为跟中国发展外交关系 他觉得只能够二选一会一 哪方可提供更好的条件来决定 当然现在这个爱里格里已经败选了 那我们稍微松一口气 但是我们的外交部次长 于大雷四月十号在立法院 那么回答立委的这个直选的时候 他有提到其实当时呢 就是在竞选期间 他说密切观察 那么他有提到 中国很明显在拉拢各方候选人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也或多或少也呼应 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那么中国大陆呢 或许也有一些 他们着力的这个面向 那至于务实来看 刚才教授您已经提到很多了 那我们也看到潘尼亚选前 承诺当选后会继续跟台湾维持 外交关系 不过从一刚开始 我们提到说 潘尼亚他所谓盛选的原因是什么 您点到疫情 还有他巴拉圭市 目前南美洲算是 比较贫困的国家 需要很多经济这方面 看能不能够有更多投资 或贸易的机会 所以那我们现在 如果要稳固邦交的话 靠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有六十多年的 这个邦交关系 我们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有什么建议 对 其实我们2017年 就是台湾跟巴拉圭 庆祝建成交六十年的时候 签署一个经济合作协定 然后这个逐年 我们从巴拉圭进口的牛肉的总量 从2015年到2020年 甚至十倍 这是我这边的一个数字 然后那去年2020年的8月 刚才可以上去这个耀生 就是我们台湾第二大的牛肉进口国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努力在做的 然后其实成效也还不错 这个就是说大家有兴趣 去参加我们国有帮的这个商展 在巴拉圭的这个牛肉这个谈味 其实都一直蛮受欢迎的 我觉得 那当然这个就只好 当然就是得继续再努力 那我相信随着时间 进口量 然后这个双边的这个贸易 应该是会再继续提升 但是从我们这边能够做的 其实说实在 想要维持邦交 我刚刚还是 就是秉持着我刚刚这个立场 其实我还是蛮悲观的 就是说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 当然不是说因为中国那边随时出手 就干脆戍头就请了 也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我的立场 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做 再持续的加强 该做的还是要做 但是就是说 能够再继续的 例如说 我觉得能够再努力的 刚才是这个援助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说 援助这么多 好像感觉在那边的贪婪的政客 或者是说 钱就给他们捂走了 我觉得不能用这个角度 去想台湾的外交 千万不能 因为其实蛮多国内的 政治评论者观察家 总是酸言酸语 我自己是看得非常 看不过去 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来去看 方交的这个 外交的这个政策 这是大错特错 甚至有些人觉得 这可以互补 我觉得他为什么不拿一些外交经费 来补助什么 银行午餐这一种 根本就是已经是错误的 这个方向的这个讨论了 那方交这东西我觉得 当然我们要继续展现诚意 这是第一点 我们能做的就是 看能怎么样去帮助去做 继续的协助 很多时候这个预算 当然有一些外交上面的这个预算 就是可能 当然现在已经越来越透明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预算 当然就要看政府怎么去运用 然后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 是非常持肯定态度 必须要去支持的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 谈到台湾在拉美的方交 绝对不能忽略掉美国的角色 那美国的话 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 哪些面向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在方交有点风雨飘摇的时候 偶尔会看到一些新闻 例如说美国那边的这个注定杂实 可能会发表一些 什么样的政策的这个宣誓 或者说见了哪些的 然后开了什么会 然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甚至在洪布拉斯 在2021年新任总统 这个秀瓦拉塔斯署上台之后 其实美国 说实在我自己在观察 其实是出力不少了 但是最后在今年3月 还是断交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主权国家 它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 你不能说洪布拉斯 是美国一部分 这当然是不对的 当然不可能 所以最后 施压不成 或者到最后这个 没有办法这个守住 这个也只能就是 接受了 那以台湾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之外 当然跟美国那边的联系 再继续的不断的加强 那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看到蛮多政治评论 观察比较没有提到的 我觉得有点纳闷 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持续观察的 就是美国在2019年通过台湾蒙邦国际保障 像是强化倡议法 就是台北法 然后在2020年3月开始正式实施 那这一个法在第五节 可以算是说 美国试图想要帮帮台湾 反制中国 夺取台湾邦交国 的一个政策的工具 那这个第五节的规定 是有提到 就是第五节的第三款 对于严重损害台湾安全或繁荣之国家 应研议 这是在美国政府 应研议 以适当及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之方式 必国会咨询后 改变美国与该等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外交交往 感觉上是有点威胁 就是说你如果跟台湾 就是有损害台湾安全跟繁荣 我就是讲的当然就有点不是就是蛮一般般的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某些特定原因 跟台湾断交了 损害台湾安全跟繁荣的话 那我们美国政府可以研议 特定的方式跟国会谘商之后 改变美国跟他 就是那一个国家的交往 那这个点 因为从2020年施行到现在 我们断了两个国家 第一个就是2021年年底的尼加拉瓜 然后再来就今年的这个三月的红组大事 那尼加拉瓜我们先不谈 因为尼加拉瓜跟美国关系早就很烂了 所以他根本还不甩这个台北法第五条 那我觉得现在很值得观察 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根据台北法 对于美国跟红组大事的关系 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改变 我觉得这个历史要持续观察的 因为法令在哪里 政府不可能不管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今年在跟红组大事刚断交之后 众议院现在在研你 这个还没有就是投票 也还没有通过 有些议员已经在联署 在研你所谓的删除 中国友邦经济法案 这个防 China's Allies Act 那当然这现在还在 这个重拟阶段 那当然这个法令的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说他禁止美国行政部门援助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这个来看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嚇阻的力量 那当然现在还看不到就是一个前景 因为现在才刚逃你 不过这个我觉得都是配合着台北法来看 都是值得继续观察的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跟美国在做互动 然后跟这个交流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提起的 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来希望能够共和国友邦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是非常谢谢苏教授您的提醒 我们外交官往前冲 我们的立委要适度的提醒 那美国有这个台北法 我们希望也能够落实 那我们保有一个邦交国 的确是非常艰辛不容易 我们还是要持续坚持我们的立场 要保卫中华民国台湾 好我想美国是巴拉圭的历史性盟友 外界都这么认为 那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美台关系 日趋紧密 所以我们不顾台八之间的关系 我想美国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是可以持续来借重 我们相互提醒 我想在今天针对台湾跟巴拉圭 外交关系在长达60多年邦交之后 面临整个国际情势的变化 也不无考验 怎么样来坚坚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大学 政治学习教授苏彦斌 非常专业的观察解析 还有中肯的建议 非常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